算母法则就是把最近三个月失业率平均 减掉去年最低的失业率 看看中间差距多少 如果差距呢 如果是大于0.5的话 那就表示呢 美国卿就要衰退了 目前呢 它的失业率是 这三个月是3.94 4.1 所以平均起来是4 减掉了去年最低的失业率呢 是0.43 可是呢 0.43距离0.5呢 还差多少呢 本来是该七月降息的 那为什么六月降息呢 是因为他们担心呢 欧洲议会要改选了 那改选之后的情况没有人知道 所以他们为了怕这夜长梦多呢 就干脆把七月的就拿到六月来降息 如果这个说法 但每个月的这个国战 买进呢 假订 还是维持在六兆的附近 只是比六兆低一点点的话 那么些微的差距呢 对于日元不会有帮助 除非它的减持的部位比较高 可能有一半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 可是以目前日本政府的心态来讲 比较保守 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应该不会 就是它减持的幅度如果太大的话 它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 它说大陆房价要能够止稳 要再下跌40% 它说只有再下跌40% 这个市场呢 它才能够让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呢 能够得到矫正 能够回到正常状态 如果要降40%的话 看它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是持续的 一年一年这样降 每年10%啊 20%这样降的话 那等于是临时处死 但是呢 如果中共的中央 真的相信这个说法的话 让它一次就砍到40% 然后就会提债 欧洲央行等于是6月6号 首度的启动涨息 那美国是维持利率不变 大家现在就在关注说7月的部分 因为欧洲央行是7月比美国还要更早决定 美国是在7月底 那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是说 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连续三个月都是往上增加的 那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是不是真的已经有出现可能不只是软着陆 还有可能会偏向一点衰退的状况吗 不过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美国的失业率虽然这三个月一直在升高 但同时有另外一个数字 也同步在升高 就是劳动参与率 劳动参与率意思就是 有更多的劳工他现在他愿意去工作 所以当愿意去工作的人多的时候呢 当然失业率就会跟着升高 所以有一个部分的说明是说 美国的失业率升高不是需求面造成的 不是对劳动的需求减少了 所以造成失业 而是因为劳动的供给增加了 所以让失业增加 所以就这一点来看的话 好像单单一个失业率 不足以代表美国经济正在走下坡 那另外呢就是他的那个物价的表现呢 物价表现的确是从他的PC来看的话 是略微有点下降 大概从2.7吧 降到2.6 所以事实上呢 就这一点来说到 他不能算是通膨降得很明显 所以就连准来看的话 他会觉得就是这样的情况 是还是要继续观察的 那他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个 他的经济成长呢 美国经济成长是 还持续在成长 但是他的成长率呢 在第一季的时候呢 他的成长率呢 是2.9 比上一季的3.1要低一点 但2.9还是蛮高的 那国际货币经济会呢 他估计呢 就是他的全年的 经济成长率呢 还可以保持反正2.6 所以也不能说他会衰退 这一年纪的新年轻人 是一季的新年轻人 出现了 这一年纪选家 现时的纪选家 成长率 纪选家 这对与美国的新年轻人 这一年就是 这一年纪选家 也很好 和这一年轻人 您指望 在中期的一段階段 所以就經濟成長 就失業來說的話 它的經濟表現都還可以 所以我覺得 目前擔心美國經濟衰退 可能是還沒有必要 老師因為現在市場上一個說法 就是說所謂的薩姆法則 因為薩姆法則從1948年 預測到現在從來沒有失準過 那這個薩姆法則 它其實就是從這個失業率下去做關卡 老師可以先幫我們解釋一下說 這個美國聯準會前經濟學家薩姆 他去研究出來 可以先跟我們講一下說 這個法則是怎麼計算 那以目前來看 它是不是已經接近衰退的邊緣 因為很多大家都在討論這個議題 薩姆法則就是 把最近三個月失業率平均 減掉去年最低的失業率 看看中間差距多少 如果是大於0.5的話 那就表示美國經濟要衰退了 可是第一個就是 目前它的失業率是 這三個是3.94 4.1 所以平均起來是4 距離那個薩姆法則那個指標 其實還有差 差多少呢 現在如果把它的這三個平均值呢 減掉了去年最低的失業率呢 是0.43 可是呢 0.43距離0.5呢 還差多少呢 還差蠻多的 如果要到7月要超過0.5的話呢 就三個月平均 那7月要到6.9% 6.9% 聽起來完全不可能 所以這個薩姆法則呢 不管它過去的成功的情況怎麼樣 現在呢 還沒有到那個界限 另外一點就是像我剛剛所說的 如果它的失業率的升高 不是因為需求減少 而是因為供給增加造成的 那這個薩姆法則就完全不靈了 對不對 因為薩姆法則是 當它的失業越來越嚴重 表示經濟正開始要衰退了 所以對勞動的需求呢 現在發生就嚴重的減少的現象 所以發生失業 可是如果是因為勞動的參與率不斷升高 而讓失業率升高的話 那表示經濟其實是在往上走 不是往下走 所以它更為了 更不適用 所以從這兩個角度來看 這個薩姆法則呢 目前呢 對美國都不是任何的威脅 因為大家會擔心想說 上一次的距離是0.37 結果這一次變成0.43 然後距離這個0.5直差0.07 感覺很接近 可是老師我看它每一次真的 它的預測 其實只要是往上超過這個0.5的 其實真的也就是在2020年的時候 就是COVID-19的時候 然後還有2009年 這個時候是那個次貸風暴之後 然後還有2000年是那個網路泡沫 其實都還蠻 對 通通通都是 這100年來都沒有失誤過 它從何說起來 所以老師可以講說 這幾次其實都是需求面造成的 跟這一次它其實供給面是不一樣 對 這次反而是更好的情況 所以我們可能說要調整一下這個法則 它的背後應該是說如果是需求造成的話 需求造成這個失業率的增加的話 它可能就針對這個法則可能就是對的 可是如果是公勤增加 所以你要去跟薩姆講 他說我不認識他 事實上 我通常不太相信任何的法則 這法則就是等於是大拇齒的這個法則 根據他過去的持續的判斷 也不管因果關係 就是說因為這個發生了 所以這個會發生 經濟情況不是那麼單純的事情 因為經濟情況它可能不是只有一個模式 它可能後面有很多的變數 不一樣它可能就導致它不同 對 像我們剛剛說 是需求造成的還是供給造成的 你沒有把它分清楚 那你這個法則根本就說胡說八道 我現在嘗試避避免 提供任何關於時間的訊息 因為它會依照資料 這也會在工業市場 我們也說如果工業市場 是不期望的 這也可能會是 缺乏政策政策 我們在重複這方面 所以老師這一次看起來 就是7月不可能降息 所以9月的機率有比較高嗎 因為看起來 這個PCE的通膨 它其實有一點點開始逐步往下走 那這個失業率是往上升的情況 到現在是4.1 當然沒有很大 可是在這樣的 都是符合聯準會預期之下 所以9月降息的機率 就會比較高一點嗎 聯準會的要求 不是這麼一點點的改善 比如說我們講 那個失業率的這個變化 如果它沒有任何意義的話 那就看這個PCE 那PCE只有0.1%的變化 那個變化是微不熟到的 而且它本身還在波動 所以我覺得聯準會呢 它會繼續觀察 它要不要在9月要降息 要看他後面7月8月的數字出來以後再說 目前我相信他絕對不會說他要降息 所以鮑爾的說法一向都是含糊不清的 他就給大家很多這個猜疑的空間 我相信不到9月不會有真相揭露 所以我記得鮑爾上次有講一句話 他就說通膨可持續下降的證據 所以要可持續可能好幾個月 這樣子明顯 對 而且要往下降的那個數據 要比較大一點 顯示那個趨勢是比較確定 以他的那個目前他的形勢的這種規律來看的話 他不會輕易就說要降息 所以以他就是最重要觀察就是這個PCE的數據 因為7月底還會有一次 8月底還有一次 如果這兩次的降幅比較明顯一點 他可能就會有考慮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他可能還要再觀察 對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美國的經濟沒有衰退 那目前看的話 美國經濟並沒有衰退 所以如果他的經濟沒有衰退 通膨又沒有完全壓制 這時候要降息呢 他的確他會有點疑慮 我們到了一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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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真的有一個人會計劃 一切都不算是採取 一切都不算是採取 這件事 我們將會再次採取 一切都會 一個步驟 的確定 是在這步的效果 在在這步 提供上 這步驟 是十分為重壓力 那在歐洲央行的部分 因为他6月6号已经启动降息了 那降息了一码 那再来呢 他7月中旬的时候 7月18号还要再做出最新的决定 老师觉得以目前他的经历状况 还有通膨的情况 有可能继续在降息吗 目前他通膨的情况一直往下降 已经距离他的目标已经不远了 而且看起来好像持续在下降 他们预估大概到明年的时候 可能已经会接近2% 所以通膨已经不是他的最大的顾虑 而经济状况呢 目前的状况其实已经在好转当中 欧元区今年的情况比去年要好很多 去年的这个衰退的情况 现在好像都已经过去了 不论德国还是法国还是意大利都恢复正成长 所以他的担心应该都不是那么严重 那7月会不会降息呢 有人是这样说 他说本来是该7月降息的 那为什么6月降息呢 是因为他们担心呢 欧洲议会要改选呢 那改选之后的情况没有人知道 所以他们为了怕这夜长梦多呢 就干脆把7月的就拿到6月来降息 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 那当然已经提前了 就不会在7月再降一次了 所以7月降息的可能性我觉得是不高的 好 再来就是日本的部分 因为日本我看日币最近又继续的贬值 而且他还蛮压抑 就是他已经超过了160的界限 大家觉得有可能在沙探170 那最主要是因为 日本央行其实在3月的时候 已经结束了负利率政策 那他的利率就变成是零 但是呢 他其实虽然也调整结束了那个YCC 可是他私底下还是不断的去买国债 而且我看他的数据就是 4月的时候 对 然后4月是买5.8兆 5月的时候是买5.7兆日元 所以是因为这样 让他的日币还是会往下走 对 日元要不要再继续贬值 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应该是由日本的政府 他自己来做判断 他怎么判断呢 他判断就是日元贬值这件事情呢 他的利弊到底是哪边比较强一点 因为日元贬值通常呢 他带来好处呢 就是出口 出口会获利 但是消费者会受害 因为消费者呢 他现在买的进口的这个价格呢 不断在升高 所以消费者的购买力 不断在萎缩 可是呢 进口的物价不断升高呢 它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 就是让他的物价水准 一直往上升 所以现在呢 日本的政府 要看他最关切的事情 什么事情 其实因为日本经过 长时间的通货紧缩 所以安倍晋赛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把通货紧呢 要翻过来 所以他设三支舰啊 各种这种林律政策等等 都是为这个目的 现在好不容易 让他的这个物价 开始有二十多个月 开始变成大一个领 是正成章 所以他现在呢 怎么样去维持这个物价 能够继续回到 百分之二以上的这个目标 这是他们可能 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所以你先看 他到底要权衡利弊之后 要选哪一边 他贬值就让日元往下跌 可能跌到一百七或者更低 但是呢贬值的同时呢 让他的物价就继续往上升 升到百分之二以上 那日本如果他要摆脱通缩的 这个决心非常强的话 那么可能让日元贬值呢 还是一个可以忍受的代价 所以目前就是 不知道他的政府要如何拿捏 我看他的那个通膨率啊 其实已经很长时间 都是超过二 二十六个月在上升了 对 我看最近他的通膨 其实还蛮严重的 也没有很严重了 可是我看有到2.8呢 但是应该是在波动了 所以老师这是近五年来的 2021年的12月就已经是正的 正的是很早 但是超过百分之二 老师超过百分之二 已经很久了 从这边开始 是在2022年大概五月 对 五月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呢 他还是没有破三嘛 对 他还在三以下 对 而且他是今年的这几个月 都在二到三之间 所以他这个通膨了 他并没有一时为止在高点 他只是刚刚超过了 百分之二点五以上不久 而这个情况呢 如果你要他持续下去的话 你就要看 如果他这边能够维持百分之二点几 是因为日元贬值所造成的话 那你把那个贬值的因素拿掉了 他可能就马上掉下去了 因为我想说从2022年的五月 到现在已经超过两年 其实都是在百分之二以上 可是他现在可能就是觉得 就是因为老师说的日元贬值造成的 所以他的进口物价变贵了 所以他要维持战果的话 他就要让他继续贬值 另外一方面就是 因为我看他其实现在 似乎政策想要有一些调整 就是购买证券的 这一个举动要开始缩减 今后市場参加者の意见も確認し 次回金融政策決定会合において 今後の4年から2年程度の 具体的減額計画を決定します 所以代表说这样子对日元会有支撑了吗 对 就是他们现在每个月买6兆的话 正好让他所持有的国在存量不变 那如果每个月少于6兆的话 那个存量就会减少 那存量减少就等于是开始 这个再紧缩了 紧缩货币 所以对目前来说呢 他应该还没有确定 他要走哪个方向 所以7月30、31那次的会议呢 他就会决定到底他将来 是真的要走向紧缩呢 还是维持目前的宽松 如果是要维持的话 就还是继续每个月买6兆 那如果他决定他持续不断减少的话 就等于是他的货币宽松政策 就慢慢就收紧了 收紧以后呢 日元就会得到支撑 当然还有另外一因素呢 就看美国降息了 因为他现在呢 他的日元不断贬值呢 跟美国日本之间的利差太大 有关联 那如果美国再降息一点的话 这利差会缩小一点 可能他的这个资金的 这个外流的状态呢 会稍微好一点 那日元贬值呢 也会比较和缓 所以这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 到底美国什么时候开始降息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他到底他决定 他要维持他的通货膨胀 到什么程度 这两个因素决定 他到底是不是会放任日元 继续贬值 因为我看目前 日本市场是觉得说 到时候在货币数量紧缩的部分 比较有可能去做 是因为升息 对他们的日本经济打击太大 所以他们7月底 非常有可能采取这样的方式 那因为现在很多人 大家想说 暑假带小孩去日本 然后日币到底要不要买 所以到时候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吗 就日本的这个政策 日本的经济 目前情况其实还不是很好 因为它连续体系是萎缩的 今年低级还是衰退 所以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之下 对日本来说 怎么样能够让经济 能够保持比较大的活力 可能也是个重要的考虑 而日元贬值本事 我们刚刚说 它对于经济的这个帮助 在于它让出口可以获利 所以就要看如果这个利益 够大的话 它可能就会不放任日元升值 它可能会维持贬值 或者维持这个低价位 好像我可以说 如果到时候纵使他们打算紧缩 可是紧缩的幅度很小的话 其实对于日元的部分 要支撑力道其实还是很有限 对不对 对因为它如果真要紧缩 就是它每个月的这个国债 买进假定 还是维持在六兆的附近 只比六兆低一点点的话 那么纤维的差距 对于日元不会有帮助 除非它的减持的部位比较高 可能有一半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 可是以目前日本政府的心态来讲 比较保守 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应该不会 就是它减持的幅度 如果太大的话 它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 可能会比较剧烈一点 那个就跟升息 就差不多的这个效果 所以它可能是要尽量避免 但升息是绝对不会了 因为升息像刚刚所说的 那后果太严重了 它一方面 它可能会让月元升值 一方面可能会使得 它的这个企业的利息成本 会升高很多 所以那个它不会做 但是如果是减持国债的话 它可能还有点 它的这个我们说 尺度上的调整 那这调整应该不会过大 所以民众日元还不用急着 因为看起来 就像我刚刚说的 美国联准会 九月到底会降息 还不晓得 然后日本的经济状况 其实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它也不可能升息 在货币政策上面 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动 所以日币目前看起来 还在这么弱势的情况 目前短期间 还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如果美国在九月正在降息的话 那可能日元会得到一点点支撑 日元可能会升高一点 但是幅度还是蛮小的 对 因为到底它的利差太大了 美国降息也降一码而已 这一码的差距影响不了太大 一码的话就是5%到5.25 然后日本其实是0到0.1 连0.1都不到 几乎就是在0而已 所以其实对货币实在是太难支撑 对 那再来就是中国大陆的状况 就是因为有观众提问说 可不可以请教授来聊聊 中国大陆当前的楼市 因为现在局面 到底适不适合卖掉多余的房子吗 那不知道是不是会继续跌 那其实小编在下面有回复观众说 因为我们都不是房地产专家 不过我们可以看中国大陆目前一些相关的 不管是楼市价格或者是经济的现况 来推断一下说 到底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况 或不会是目前指稳的状态 那对于楼市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老师那在中国大陆他们官网有公布 就是70大城市的这个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部分 是有什么样的明显变化吗 他最近是这样子了 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对于他的这个房市 他也非常的着急 他一直采取各种措施 比如说他放宽贷款的这个金额 或者这个贷款的这个下限等等 他利用这些方式呢 是希望能够让房市能够慢慢的 能够好转 上述首付比例房贷利率政策调整后 各地可因成失策 自主决定辖区内首套房和二套房 最低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下限 也可不再设置利率下限 北京市呢出台了一些房地产的一些政策 向公积金的利率下调啊 这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 能减少我们的负贷 也给我们省不少钱 如果说这个价格合适呢 就会把这房子给定下来 可是呢 到目前为止 他采取过最强烈的一个措施 就是他拿3000亿人民币 去买现在卖不掉的这些库存的房子 那买来之后呢 拿去给中低收入户 做保障性的住房 这个部分呢 他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金额是蛮大的 而且他是直接去买这些 卖不掉的存货 那这个措施呢 到底效果会有多大 目前还不知道 因为他刚刚开始实施 不过根据报道说 他在大城市里面呢 已经看到 有点往上回暖的迹象 那小城市呢 还没有看到什么变化 所以中国大陆的房市呢 有可能在他这一连串的措施之下呢 慢慢就让房价值稳 一方面 有利加快商品环市场去库存 同时通货盘活存量 有助于缓解目前 反地产市场中 商品环供给多 保障性住房供给少的 解构性矛盾 更好的解决 工薪收入群体 住房困难 但是呢 大陆有一个北大的教授 倒是发出了一个惊人之论 他说大陆房价 要能够直稳 要再下跌40% 他说只有再下跌40% 这个市场呢 他才能够让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呢 能够得到矫正 能够回到正常状态 所以目前呢 距离那个目标还蛮远的 所以应该让他再降40% 这是目前最惊人的一个说法 但是好多人都广泛的引用 市长是有可能吗 当然降40% 或许会回到 就是比起长点还要高一些些 他的论调是这样子吗 如果要降40%的话 看他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是 持续的一年一年这样降 每年10%啊 20%这样降的话 那等于是临时处死 但是呢 如果中共的中央 真的相信这个说法的话 让他一次就砍到40% 然后就会停在那个地方 整个市场就回稳了 所以如果大家都相信 40%的说法是正确的话 那就这两个做法 一个做法就是缓慢的达到 那他的房价就会一直往下跌跌跌 跌好几年 一般就是让他一下扎手不管 一下跌到40% 然后让他再慢慢回头 不过这两个方法呢 都很可怕 听起来 因为像老师说逐步放缓的话 就是我觉得房市 其实是消费者信心 那你每年都要跌的话 消费者信心又更不足 那通缩就会立刻出现 因为民众我就不敢消费了 我就把所有钱都留起来 所以通缩就很惨 而且是恶性悬崖 像老师说就是很难救 那另外一方面 让他直接砍断的话 就会有出现 就是金融的风暴 就是因为我的房子价格这么差 我的房贷这么高 我就不要缴了 不是吗 而且很多银行 它本身的这些资产 等于马上就赔光了 所以银行可能也会倒掉 所以这两种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还是想办法 把它稳住 或许跌一点点 可是还是要加强大家的信心 说这可能就已经是底部了 对啊 纵使它有一点跌 可是告诉大家说应该没问题 不然信心一不足就很惨 所以你就说目前情况 是一个蛮棘手的情况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1% 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3亿6642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20.3%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 35665亿元 下降27.9% 老师因为我看 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部分 这个是在新建房屋 那它最新的数据其实 如果是同比的话 就是跟去年同期是都下降 只有上海是增加的 可是如果我们要看一个时期 就是1到5月的 跟去年1到5月的比的话 看起来北京 天津 太原 这些都是回稳 然后杭州也都是回稳情况 然后真的还是只有上海是增加 可是其他的城市 可能就是比较偏下跌 路透社说它今年的房价会跌5% 但明年就不变了 所以是最乐观的 就是到明年就止稳了 所以大陆的房价目前呢 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 众说纷纭 有的说要再跌40% 有的说明年就止稳 但是目前就3000亿下去之后呢 大城市呢已经在回暖了 所以这个情况呢 跟过去一段时间相比呢 应该说是有起色 对不对 以前根本不用问这问题 你看到就是一直往下掉 现在好像看起来就是 好像有点扑朔迷离 可能跌很多 可能要止跌 可能有回暖 所以可能我们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才能确定到底它呢 下一步它会往哪里走 老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房子 就是供大于求非常的多 所以应该是说一二线城市 止跌的几率比较高 对不对 三四线其实是困难度比较高的 它可能把重点放在一二线城市 先让这边稳住 可能三四线城市呢 会变成牺牲品 比如说有些地方呢 它鼓励外线居民到大城市来买房 来解决大城市的这个房屋问题 所以这种情况呢 可能是会发生 但是如果大城市还没有看到好转的话 那其他城市呢 可能就更困难 像这个标所检视的 如果你看到第二个城市 我认为南京说 如果您在那里买房子 您可以在市场买房子 只要你只是买房子 所以这些资料都在带来 帮助地区市场 老师因为我看发现啊 跌很多的就是这个南京 如果跟去年同期来比的话 91.5%它跌非常的深 然后厦门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其实房地产的另外一个变数 会不会是它当地的产业 就是原本有很多外资 或者是台商在那里 像厦门的话 可能很多台商 它因为那个 China Plus One的关系 中国加义的关系 它可能就会外移到其他地方 所以可能这些城市 就会受比较大的影响 那是一定的 但是台商有那么大的影响 我想大概不是 还有外资 因为我看外国直接投资 少很多 而且降幅非常的明显 外资到底少多少 现在很难说 因为各种各样的统计都有 一般来说就是有外资撤出 但是也有外资在大陆扩大 所以到底它的外资减少多少 目前没有一个确切的 一个统计数字 好 因为我们刚刚看 这个是新建商品房 所以以目前供过于求的情况之下 二手房是会更惨 因为我新建房子 其实都已经 对 因为它现在 譬如说它是3000亿的 保障性住房贷款 如果它去买 这些已经盖好 卖不出于的房子 都是新房 它拿去卖给那些中低收入户 或者是低价让他们去居住的话 那这些中低收入户呢 它原来可能就 它的房屋就放弃了 所以就变成二手屋的市场 攻击会变得很大 那需求就没有了 因为我看这个二手屋的部分 那个真的是所有都在低 而且跟去年同期 也是没有一个是正的 而且跌幅都很大 对 你想它的新房子 都已经攻击完全超过需求了 那旧房子不可能有人去买 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 新建房屋比二手房好 一二线城市比三四线城市好 那可是整体的话 可能还是要在观察它之后 因为我看它 7月15到18号的时候 三中全会 到时候开的时候 会不会还有一些 更好的政策出来 更砸钱的方式出来 说不定到时候 又会有一个转向 我觉得这三千亿拿出来 已经算是花了大钱 你要拿比这更多的钱 对它来说 不见得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而且也不见得 能够增加太多的效果 所以这个市场 它的整治 可能不是这么快速的 可能要慢工出气火 另外一方面 当然这个房市要支撑 就是中国的实体经济 一部分要是好的 那目前看起来各方面的数据呢 目前中国经济 看起来它的表现 基本上经济成长 表现得还不错 它的经济成长率 国际货币基金会 它在五月底的时候 它做了一个预测 它说大陆的经济成长率 今年预估是百分之五 明年预估百分之四点五 而且它是比它上次的预估 往上调了百分之零点四 换句话说 它上次预估大陆新济成长率 今年是百分之四点六 这次五月底的时候 往上提到百分之五 原因是因为 它的第一季的成长率太高了 百分之五点三 这个表现太好了 所以就把全年的成长率 往上拉起来 所以就百分之五来说的话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应该还算不错了 这是它的成长率的部分 那这个物价的部分 物价它的CPI 在四月份的时候 它的CPI是0.3 比上一次0.1 要提高了百分之0.2 而它的核心的通货膨胀率 百分之0.6 那它的这个全年的平均 可能估计是百分之一 但是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还一直在往下跌 所以这个是它的物价的部分 至于说它的失业率 它的青年的失业率 还是很高 百分之14.2 可是呢 五月已经比四月 已经要稍微降低了 四月是14.7 已经连两个月在往下降 那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呢 失业率是6.6 而上一次呢 就四月的时候是7.1 也在往下降 全体的这个失业率呢 百分之五 而去年同期呢 是百分之五点四 所以它的失业率呢 也在改善 所以整体来看呢 就它的经济呢 是已经脱离了最糟糕的阶段 开始在慢慢往上回升 不论是经济成长率 还是通货膨胀 还是失业率 都在往好的方向走 CPI就是通膨胀率的部分 可是证就一点点 其实那个都很微服 所以它其实 那个转折很容易 一下子有一些变化 不是吗 你想日本花了多少年 从复的变成证呢 所以大陆的情况 不是一般国家的情况 它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它目前呢 它遭受到美国 跟它的盟友的全面的夹击 所以它等于上的这个 最主要的出口市场 都消失掉了 而它现在呢 是在激起在拉拢其他的 像南方的伙伴 来提高它的这个出口 而出口过去一向是 它的三驾马车里面的 其中一个 现在房地产市场掉成这个样子 出口又受到这样的打压 所以这个经济能够撑住 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现在呢 它如果能够不但撑住了 而且慢慢可以转口气 可以再好转 就表示这个经济呢 大概脚步已经稳下来了 后面呢 可能会越走越好 所以看大陆经济情况呢 不是拿一般国家 或者拿过去的中国大陆来看 而是要看这种 在这么大的打击之下 现在还在 我们都在传奇未定的状态 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情况 已经算是可以撑倒了 因为我看路透 其实在对于 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 认为它的经济成长率 会在五就是往上 调整的这个状况之下 可是我看它那个时间点 其实是在欧洲 还没有决定 对它的电动车压寄出关税 那现在7月4号 欧盟已经确定要了 那在这两个美国 再加上欧洲的情况下 因为我看有中国电动车的 产业的官员出来 私底下对外媒说 其实对他们的出口 的确有蛮大的影响 所以这会不会是 未来中国大陆经济的一个变数呢 因为它其实这个出口量 就是不是只有对美国 美国出口比较少 可是对欧洲啊 还有其他地方 其实出口量都还蛮大的 对欧洲出口这次的这个 欧洲加的这个反企销税 看起来是很高 百分之三十七点六 但是它的三十七点六呢 是适用于一家汽车公司 就是上汽 上汽因为它有公股的成分 所以他们认为 它接受政府的补贴太多了 所以它用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呢 要把这个补贴呢 给抵消掉 那其他像比亚迪啦 或者其他的这个 汽车公司呢 像比亚迪就百分之十七点四 还不到它的一半 如果百分之十七点四的话 这个税率呢 我觉得以比亚迪 它本身的竞争力来看的话 这个伤害应该不是太大 我们的期望是 以往的最后的年代 我们 achieve the top five position on the Brazilian market on the general Brazilian market 去 achieve this goal 当然我们需要 the factory GWM has a medium and long term strategy for Brazil 它是一切 to take advantage for tax 用的利益 比亚的泰国工厂 连产能是15万台 包含整车四大工艺和零部件工厂 搭产后可提供约1万多人的就业岗位 而中国大陆他们现在积极在开展其他市场 比如他开始新军非洲 新军以色列 他将利用其他市场来弥补欧洲的这些损失 中国会再次进行的优优优独播剧场 到南部尼亚 南部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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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复制度的地方 来自中国的键业商品 因为他们是赌免的 基本上你会给中国的开启召 去到每个地方 避免的 markets where the protections exist 这并不让公司的投资楼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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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美国 我想它根本就从来就没有期待过 所以目前看起来 中国大陆电动车市场还是要看国际情势的变化而定 对 但是即使是国际情势呢 你看 也只是欧洲这次对它展开反省效 而这个反省效呢 我相信还会再继续挫上之中 截至目前 中欧技术层面已举行多轮挫上 目前 据中裁还有四个月窗口期 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展现诚意 抓紧推进 挫上进程 中国大陆呢 它也在相对的 要用各种方式来惩罚欧洲 所以他们的挫伤呢 可能会使得这个关税呢 再稍微调整一点 所以伤害可能会再减轻一点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啊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肾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 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时机的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